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免费的无线容量的网盘 这个网盘叫T-Drive 它是基于Telegram API制作的一个免费软件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这个网盘的话 那你可以到我的博客这里来看一下 然后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在第一个步骤这里 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进入到微软的软件商店 然后直接点击取得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显示产品已经安装 T-Drive目前仅支持Windows系统 而且版本必须高于1904 这个产品刚刚我已经安装了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那你在这里点击获取 然后把它固定在开始菜单就可以了 下面我点击一下启动 首次运行的话 它是需要用TG软件扫描一下二维码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电话号注册一个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软件它需要你的电脑在有代理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 那上传和下载的速度 取决于你的代理的速度 我们点击打开 这个时候呢 它需要询问应用权限 我们把文件系统的权限打开 然后再点击启动 现在我就可以正常的来使用了 这里跳过 这里面显示的是我已经上传过的图片和一些文件 它需要先进行一下更新 好 现在更新完成 软件正式可以开始使用了 菜单栏呢 在最上方 第一个是添加文件和目录 下面我来上传一个文件给大家做个演示 这个文件是130兆左右 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上边上传图标就显示有一个文件正在上传 130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速度 第二个按钮是下载 例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或者是几个文件 或者是一个文件夹以后 点击下载 就直接可以下载到本地 第三个是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剪切 复制 粘贴 这是改名 这是删除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分享 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你必须要分享给 Telegram用户 也就是在这里搜索他的名字才能够分享给他 这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序 这儿是按照不同的类型进行排序 上传和下载中 贬积头像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详细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 左边他一共给出了两个目录 第一个是Home 第二个是新的文档 那么我们在上传一些文件的时候 就要分清你放置在了哪个目录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文件夹的上传 比方说这个文件夹 我们选择 然后在上传列表里会直接出现 我们需要上传的任务列表 以及每个文件的上传速度 这里边一共有103个文件 我们点击一下上传列表 这个时候它会依次的进行上传 我相信通过我的讲解 大家已经了解了T-Drive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需要这个软件 你可以到视频的下方介绍栏当中 到我的博客来获取这样一个地址 本期视频我就录到这里 大家拜拜